明述纪第24章 巴兰见耶和华喜欢赐福以色列 就不再像前两次一样去求关照的方法 却面向旷野 巴兰举目 看见以色列人按着支派居住 神的灵就临到他身上 他就做歌说 比尔的儿子巴兰说 有眼光的人说 得听神的话语 得见全能者的意象 身体扑倒而眼目睁开的人说 雅各啊 你的会幕多么佳美 以色列啊 你的帐幕多么美好 像扩展的棕林 如河边的园子 似耶和华栽种的沉香树 又像水旁的香薄树 必有水从他的桶中流出来 他的后裏必在多水之处 他的王必超过雅甲 他的国度必被高举 令他出埃及的神 对他好像野牛的脚 他要吞吃敌国 打碎他们的骨头 用剑射透他们 他敦服躺下 好像公师 又像母师 谁敢使他起立呢 给你祝福的 愿他蒙福 咒诅你的 愿他受咒诅 巴勒向巴兰生气 就拍起手 巴勒对巴兰说 我请你来咒诅我的敌人 如今你反倒祝福他们这三次 现在你逃回你的地方去吧 我说过我要大大的使你得尊荣 但是耶和华阻止你 使你不得尊荣 巴兰对巴勒说 我不是告诉了你派来的使者说 就算巴勒把满屋的金银给我 我也不能越过耶和华的命令 随自己的心意行好行歹吗 耶和华说什么 我就说什么 现在我要回我本族去了 你来 我要告诉你 这个民族日后要怎样待你的人民 他就做歌说 比尔的儿子巴兰说 开着眼的人说 那得听神的话语 明白至高者的知识 得见全能者的意象 身体扑倒 而眼目睁开的人说 我看见他 却不是现在 我望见他 却不是近处 必有一星 从雅各而出 必有一阵 从以色列兴起 他必打碎磨牙的鹅角 粉碎一切 射特人的头顶 他必得以东做产业 又得仇敌之地 希尔做产业 只有以色列人 成为强壮 有一位从雅各而出的 必掌大权 他要除灭城中余下的人 巴兰看见了亚玛丽 就做歌说 亚玛丽原是列国之首 他的结局 却是灭亡 巴兰看见了基尼人 就做歌说 你的居所坚固 你的窝巢 建在磐石中 但基尼 必被毁灭 亚树要到几时 才把你掳去呢 巴兰又做歌说 哀哉 神决定这事 谁能得活呢 庇佑船 从基提而来 苦害亚树 苦害西伯 他却要灭亡 于是巴兰起来 回自己的地方去 巴勒也回去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